连续下雨天,大家特别注意行车安全 新城乡台九线,14号上午发生一起车祸事故 一辆宾式轿车,一是刹车不及 直接高速撞上刚驶进车道的物流货车 瞬间强大撞击,不仅吓坏附近民众 也让沉重的货车转了一圈之后,侧搬在路中间 轿车车头全毁,现场血迹斑斑 不过却找不到轿车的驾驶人 白色轿车直直往前冲 高速撞上潮伤物流货车 直见货车旋转360度 撞上中央分隔岛,后侧翻横躺在路上 白色兵士大力撞击车头前端零件裸露 直见车门大开,肇事驾驶不见人影 车祸发生在早上11点 花莲台九线与康乐三接口 超商小货车预计在路口准备汇入车岛南下 不料后方白色兵士闪避不及 撞击后失控向前滑行100公尺 这台撞的吗? 对啊 人跑去吗? 人跑去啊 哈 兵士驾驶肇事后逃逸不见人影 路上直流下车头全毁的兵士车 警方透过车牌联系父母 发现29岁车主倒在路旁产业道路 将他送医救治 不料在院内远景试图实施酒 测却早到拒绝 警方也怀疑整期起因联性驾驶 有酒驾嫌疑 小货车正辆翻覆 但好在司机受伤送医后并无大碍 反观兵士驾驶肇事逃逸 不仅承受皮肉痛 后续恐怕得面临更大法律责任 届时力章配音 花脸场报道